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做一下水煎蛋 也叫水炒蛋 首先我们准备鸡蛋五个 然后准备配料 有虾仁 最好是干虾仁 我是这个要泡发的 然后呢 是云耳 也就是黑木耳 然后呢是甜椒 就或者是青椒 有个颜色的 还有就是 葱姜蒜一类的东西 我这里用的是葱 就干葱 我家里没有新鲜的 就搞了一个干葱 然后把所有的配料都切碎 先把青椒切碎 再把泡发的海米也切碎 再把云耳也就是干木耳也切碎 不能太大 云耳只要一两朵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多 不能喧宾夺主 好 我们把鸡蛋磕碎 然后打出来 加盐和把所有的调料全都加进去 然后打碎 准备开死尖 鸡蛋和调料 搅拌均匀之后 炒锅 加热 然后倒入大约和鸡蛋同等体积的水 也就是如果五个鸡蛋的话 它大约有两百到三百毫升的水 然后加热 把搅拌好的蛋液慢慢的倒到已经煮沸的锅里边 好 然后我们这时就要用锅铲 或者是筷子 不停的把煎好的蛋往锅的中间 轻轻的 火候要控制好 火不能太大 要中火 大约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装盘出锅 如果你想好看 再点缀一点 其他绿色的东西就非常好看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